近日一名80岁的上海老人 给朱继市公安局出入境窗口民警 打来了一通感谢电话 老人说谢谢民警们的帮助 他感到很温暖 我真的是非常奇怪 非常奇怪 当我因为半死的时候 这么寒冷的天气 但是我的内心非常温暖 说起感谢民警这事 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刘老太的妹妹曾在朱继工作 于上世纪90年代初移民到新西兰 近期因家中遗产继承等事物 需要妹妹出国前后的一个身份证明 经过查询 民警发现 刘老太的妹妹当年是在省公安厅 办理的出境业务 相关资料需要去省厅调取 而刘老太已经80岁高龄了 前往势必很麻烦 于是民警决定一帮到底 我觉得老太太年纪很大了 从上海跑到杭州 而且省公安厅的话 可能就是要去找对外窗口 然后又要去联系这个档案处 也对他来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作为工作人员 我们也倡导为群众办实事 这个我就马上就想到了 我替他去找一下 民警帮忙跑腿 刘老太只需要将相关的资料 寄给民警就可以了 为此民警往返朱继杭州多次 终于调取了相关资料 并将办齐的所有证明材料 寄给了刘老太 第二天的下午我就奏造了 那个邵老师给我 邵影片老师给我寄来的 全部的材料 非常的专业 而且非常的奏造 他们的办事风格 他们的职业品格也好 我觉得他们人品真是很高放 像我们窗口的话 一般开通律师窗口 实在有很急的事情 需要快速办证的 我们都是快速处理的 或者有些资料沟通上有困难 那么我们都会去沟通 一起沟通 一起解决的 记者段盈盈 编辑报道